嗨,我是姐夫 大家好 我們先來做義大利臘腸烤鱸魚 也就是沙拉米烤鱸魚 鱸魚先撒點鹽 胡椒 兩邊都要哦 好,接下來我們把它切 這是鑄鐵鍋 我們用沙拉米烤鱸魚 這是美式大賣場賣的辣味的沙拉米 它有點辣辣的 口感不錯 好,像這樣子平均把它排好 中間你給它排一圈 我們切點紅黃椒 當配菜 拌一點蜜蝶香 把它擺中間 旁邊我們也撒一點蜜蝶香 一點就好了 蔬菜的部分 調味 黑胡椒 加點奶油 好,這樣就可以 好,接下來我們250度烤 20分鐘 時間到囉 看一下 哇 不錯 不錯 烤一下 稍微點綴一下 這樣就很好看 義式辣腸 烤鱸魚 我們也完成囉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姐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姐夫 要記得訂閱姐夫的頻道喔 還有幫姐夫按讚和分享 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姐夫的更新喔 姐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姐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